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你们一起看一本 算是我姓的书是Trevor Chamberlain 他的这些水彩画册 那其实Trevor Chamberlain 我也是这一两年才知道这个 这个英国画家的 那知道他的原因是因为Andy Evenson 跟他的画风其实非常的像 那我大概这三四年开始很喜欢Andy的画风 所以我跟他学了一下 那现在其实我还在上他的那个网上的课 然后他在他网络的课里面有提到Trevor Chamberlain的这些作品 那我就上网买 这本其实是二手的 那这一特别这一本好像是已经 不知道是已经绝版了还是没有在做新的我不确定 那就是所以是二手的嘛 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折刀 不过底面来讲其实都还算不错 他硬的也都还算蛮不错的 所以我不晓得就是在亚洲那边买不买得到 那不管买不买不到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本 所以就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一起看这本书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那Trevor Chamberlain他其实我觉得蛮 他一个蛮就是特别的地方 所以说他的风格也好 或是他画的就是特色也好 就是他的他画的东西非常的节俭 但是他的光感非常的强 所以你看到Andy Evenson的作品 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会再更加的详细的去讲 那所以这个图就会有点让你看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感觉 那前沿我就不特别说了 那这边看到很漂亮的一个 两幅画都非常的漂亮 稍微放大了来看这一幅画 这幅画其实让我有点那种概念设计的那种感觉 有那种原画的感觉 游戏原画的感觉 主要是因为就是大小比例尺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 然后跟这个整个很大的雕像 你一看就会比较出来说 哇这个大这个雕像 这整个墙壁非常的大 跟这些小人比起来 那就是 他Trevor Chamberlain在型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也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那你看到这个有两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就是 当然是明跟暗的对比 但是大跟小的对比 那大的型又是比较亮的 然后小的型比较暗 所以你的眼睛就会在这个两个型里面跳来跳去 因为这些虽然比较小 但是它们比较暗 所以就它们的型比较明显 但是这边虽然就是比较不明显 比较是在亮部跟中间调的部分 但是整体来讲比较大 所以在一方面有大小的这个对比 也有明暗的对比 非常的巧妙 然后在这边 这边也是看得出来 你看它的型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画水彩这几年 对于亚洲的画家 大部分啦 不能说全部亚洲的一些画家的画风 还有英国欧美的这些画风 蛮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 亚洲的画家比较细腻 他们比较注重细节的一些刻画 那欧美的画家他们就是比较会去做一些很大的型 在大的型上面具有特别的设计特别的节俭 当然欧美也是有会磨很多细节的画家 我并不是说没有 只是说大体来讲这样子 所以这个型很大片就是 我用这个笔 我的手比较粗 OK 就是 看这个树连接到这个房子 然后这个阴影过来 然后就一直连接到这个 这一个人 就正好就出来 然后 其实阴影约约的也是连接到这一边的 这一个建筑它暗部的形状 然后它的背景 还有旁边这边亮的部分 还有这边亮的部分 就是另外一个型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两个大的型 在互相的在呼应 好 这边有很漂亮的一个雾蒙蒙的景色 它在试中试的处理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边其实 就有点像 你有时候看它的颜色用的非常的简单 它主要是明暗的处理非常的漂亮 所以感觉就像是明暗练习 我常常在做明暗练习的时候 就是在把这个大的关系给处理出来 然后这个是它早期的一些作品 这一张好像是它12岁的时候 画的一幅水彩 然后这个是它比较成熟之后 当成为画家之后它画的 那两个地方看得出来 应该是同一个景 你看这个建筑的部分 应该就非常的清楚 这一张其实对我来讲 有一个蛮大鼓励的作用 因为再怎么样大师 再怎么厉害的大师 他们都是从初学者开始 那他可能很小就开始画 所以他可能10岁12岁开始接触水彩 所以他可能三四十几岁 就越画越好就变像大师这样子 那我自己是大概30几岁才开始画水彩 所以真的要离到大师 其实都还是有好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虽然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学美术 那主要是学油画那些的 然后之后就是在做游戏美术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在画传统的这些水彩 这些媒材就比较是在用电脑来做 那但很多的东西是可以 是可以共同共用的 譬如说像是构图啊明暗这些东西 但是以画迹来讲 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学习 但是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其实每个人都是从 就是比较 就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开始的 没有人一出生就是大师 那我自己这边也有一些 我之前留的一些 我几乎没有给别人看过的 画得很丑的一些水彩画 这个是旧的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也没有标 我也没有标 标年日 我猜大概就是五年前 四五年前左右 这个也是 那时候还是 有点希望画得有点像 约瑟夫那种感觉 所以都画得没有特别好 这边画着一个弹钢琴的一个女生 那那个时候觉得这张画得还不错 现在觉得说这不知道在画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 这个可能就是四年前 就是开始慢慢有一些进步 可是还是现在跟现在的作品比起来 觉得还是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这一页停留的比较久 不过主要是 我觉得这个给人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不管是再怎么样有名的大师 他们都是从这样子开始的 所以如果不管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阶段 但是我自己也都还在学习中 所以有的时候看你过去的作品 看你现在的作品 你就会发现说自己其实都是多少 都是有成长的 我自己有三个小孩 所以我每天都爱看他们长大 但是每天一天一天这样看 有时候看的他们成长的感觉不是这么的明显 但是如果我 那可能就是把三年前四年前的照片挖出来看 就会发现说 哇他们突然长这么大 就是你每天都爱看自己画 所以不见得觉得说自己好像有进步很多 但是你如果稍微往更早一点的实习看 看到你跟现在的比较 如果你觉得有进步的话 那我相信就是一个 让人非常激励的一个东西 好 就翻到下一页 这边也是早期的一些作品 他一些明暗的关系 可能就是还在揣摩这样子 这边开始慢慢有那个感觉 他的型的设计开始出来的层次感 开始出来了 那我觉得他一直对比例尺的这个东西非常的敏锐 这些大树 然后这边有其实有两个小小的人 那他背景故意做的亮一点 让他的人可以少微的凸显出来 好 这边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光感了 非常非常漂亮的光感 那就是一样型的设计 他型跟明暗的交互的这个设计 让他的画总是看起来非常的感觉很简单 但是看起来又很亮很漂亮 那这个型大的型 左边的房子 前景的房子 他打了一个阴影过来 阴影就跟这个两个人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人 他的型又跟后面背景的房子连接在一起 所以这个如果变成黑白的话 其实非常的清楚 就是明亮的地方 然后中间调 然后可能一些暗部 所以这个 那我在跟Andy学之前 其实都没有在做明暗练习的这个步骤 那跟Andy学之后 这个是他教的 那我不晓得Trevor他自己有没有在做明暗练习 可是非常看得出来 就是他的画风 就是Andy的画风 就是受到蛮多Trevor的影响的 那这边也是 那你看这边这个树 他这些植物 其实他的处理的方式都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大块的型 然后在施中式的时候做一个明暗的转折 然后让它看起来有分量 让它看起来很丰富 那简中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彩画家 简老师有讲过就是不要画细节要画丰富 那这边我觉得Trevor他的作品很有这样子的感觉 他的东西都画得很简单 没有画很多的细节 但是你看进去的时候却觉得很丰富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更多的的例子 那这边也是很漂亮的型的设计 那人可能比较多 他这边细节还是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他越到后来他型画得越来越简单 这一张很多的小人 回到刚刚讲的他的比例值 给人比较小就可以凸显出这个建筑的宏大 那他的建筑你看其实没有这么多的细节 亮布暗布 暗布就是一块一个形块 然后他的窗户 这些窗户应该都是非常的复杂的 但是他就是简化的非常的多 过来看这个 建筑 真的是简单到不行了 这大概就是两笔吧 如果是我自己画我都不见得会简化成这个样子 可是你一看他整个画面的时候 看起来非常的丰富 他的那个光的浓厚的感觉 非常的丰富 那你看他地下小人的部分 其实真的就是几笔 奇妙淡写的撇过去 但是你整个感觉好像很丰富 感觉很多人 然后也地上还有一些鸽子 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得出来就是 他看得很清楚有什么东西 但是他也知道要怎么样子的去诠释 相当漂亮的形 这一整个影子 这一整个影子 到打下的影子 跟这些人 都是一个形块 然后这边的暗部 就可以凸显出 这两个人在阳光底下 可以出来的感觉 所以他这个型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那也是一样 他没有画什么细节 可是里面看起来非常的丰富 里面看起来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的感觉 我们下来看 另外一张比较小的 也是一样 这个bug大概有几千几万个树叶在里面 但是他就是一个大的形块 一个颜色在这边 然后他就是靠一些数字 这个明暗的对比 把这整个阳光的感觉画出来 这一张很漂亮 也是一样 这边就是他背景的地方 他的树画得非常的简单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丰富 然后跟前面的有光的地方作为对比 那我其实最喜欢 这一张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在中间的部分 在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有多简单 真的就是正负型的一个对比而已 它就是把这边突首留白 可是你就看得出它的立体感 因为这边的影子 你就看得出它的立体感 它的层次感 然后它在这里面 从暖到冷颜色的这个过度 然后天空比较冷的颜色 然后到它里面 自己里面反光的一些暖色 这些它都把它给表现出来 用很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底下的门啊 这个一点点的影子 各种的 它的画风真的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是感觉非常的 有分量感觉非常的浓厚 光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这边也是它的云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大块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它的一个比例 它的一个对比 大片的云 跟小的船只 然后很简单的形 还有比较复杂的形 明跟暗 很多很漂亮的对比 这边也是大的建筑 小的人物 它的塔尖 这些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那你要说话 画协议的风格也对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它有时候 有些地方比画协议风格的一些 水彩架都还要更加的简单 这个雾漆感觉非常的漂亮 它拿捏得非常的好 下雨的感觉也有画出来 那这个倒影没有画的这么的暗 不像就是 可能像约瑟夫常常画 就是下雨的街景 那这个画风虽然不太一样 但是感觉的出来 那个湿漉漉的感觉 这边也是它的型的连结 然后它这边传出来的亮部的对比 都非常的漂亮 这边有一些任务 这张我非常的喜欢 我非常喜欢它的它处理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背景就是亮部跟一些中间调 它的人几乎都是在暗部里面 那你看它大的型 上面这边 然后它这边扫了下来 就是有一点点连结到 它没有完全连结 但是你可以扫了 这个型 就把你的眼睛带入 这个人的脸部 然后它身体的暗部 就跟它这个船室内的空间 连结在一起 那我们如果近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的脸 没有什么细节 就是这眼睛的暗部 胡子的暗部 它这边一点点的一个光在里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在时钟师的处理里面 它的型座都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画的很深入 它画的就是这个感觉 看起来非常的丰富 一样就是很丰富 甚至你在看下去的时候 还有点点真实的感觉 然后 没有很多的细节 它没有在那边画 眉毛 眼睛 眼珠 然后嘴巴 嘴唇 它没有画就是个胡子跟眼睛 然后这边一点点头发暗部而已 就这样子 但是它画的非常的 它就是真的是 位置都点得很对啊 明暗的处理的方式都很好 所以整体看起来非常有浓厚光的一个感觉 这边也是非常写意的一幅画 它就是时钟师很快的这样子的一个型的处理 这边有丰富的光的颜色 非常的暖 这边也是一样 它的比例处理 骆驼是很大支的 如果你看过骆驼的话 它站起来比人还要高上许多 然后这个人骑在骆驼上其实应该是很高大的 但是跟整个环境比起来 就看起来小很多 这真的让我想到那个刺客信条起源 就是在埃及的地方 这的确应该是在埃及没有错啦 那就是金字塔这些的 那这个画整个感觉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这个比例是让人家看的就是 看的还蛮过瘾的 这幅画是封面的画 通常我说不要把重点放在中间 但是它这边处理的我觉得很漂亮 它把重点放在中间 但是这两个帆船的帆 各往两边跑 那这边真的就是 你看它画的这个阴影的部分 就是一个形而已 完全连接在一起 那可能这个阴影是树还是什么 我不确定 但是它的形把它画得很漂亮 让它这个光斑的感觉 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 这边其实是没有线条的 但是因为它的编 它这边做一个编出来 所以让你可以自己完成 这一个帆船的帆 这边的也是一样 水彩有的时候 往往是你没有画的部分 反而更加的有意境 比起你画的部分 所以什么地方要画 什么地方不要画 什么地方要实 什么地方要虚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样很漂亮的对比 其实它之前有一些地方真的都很像是概念设计 其实我一开始在学水彩的时候 是希望就是我可以借由学这些水彩的画法 可以融入到我自己的就是概念设计里面 结果一画水彩之后 我就有点走不出来 就变成说我太喜欢画水彩了 觉得说画这个有意思的很多 比起就是用Photoshop画 还要有意思很多 因为我可以在水里面做市中施啊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目前来讲 我觉得都是数位的程式 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的模拟的 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在学水彩的时候 希望可以让它可以帮助我的 就是有点像是概念设计的画法 不过后来我就整个人就是投入在水彩里面 反而就没有特别在画数位 这一张我非常的喜欢 这个尤其是这个车子 它处理的非常的漂亮 感觉就是有在光的包覆 包覆在光里面 虽然它有一个影子在里面 但是你还是感觉得到 这空气里面好像就是有光的感觉 有一些尘埃的感觉在里面 它可能是用Burn Sienna 然后就是做一些市中施的处理 虚实拿捏的刚刚好 那它的形一样处理的非常的没有话说 它的这个车子 然后它阴影的地方 连接到它这个整片树的部分 然后树它打的阴影下来 这个树打的阴影下来 然后打在这个房子的墙壁上面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墙壁的树的阴影 那它这个阴影就保持比较虚化 比较柔和的感觉 因为是比较有距离的 所以它的虚跟实都拿捏的非常的好 那它的笔触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边画的相当漂亮 这边海边的景色 它有水痕出来 它也不在乎有没有水痕 然后它后面这些笔 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它的影子就是这样一笔而已 也没有特别想要做太多的修饰还是什么样 可是这幅画看起来就是漂亮就是舒服 这个舒这个山 那我觉得就是 它可能画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它就觉得说我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 我没有什么好证明给大家看说 我用笔很利落 我用笔很酷炫 我就是把一星画出来就好了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这种大师就是可以到一个阶段就觉得说 我其实就是不是很在乎 就是大家觉得我的 我的画功怎么样 就是我没有特别想要证明我自己的画功很好 我的用笔很漂亮 我就是只是想要把一镜画下来 那他们就是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之下 画出来的这些小品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魅力 感觉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就是 就是这些大师他们当时的心境 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画 可是看起来就是特别轻松特别愉快 这边也是 这一幅画 21英寸长 宽21英寸 然后高只有10英寸 10英寸其实不是很大 大概这本书的高度差不多 所以这一幅算是稍微 比较宽一点 所以他可能稍微宽大一点 就是可以画一些 但是他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他还是没有画很多的细节在里面 但是设计的还是非常的漂亮 这边也是 就是简单的形 简单的天空 画出了很漂亮的衣镜出来 其实他的画都不是很大 这个10乘7 大概比就是8开左右 可能比8开还要小一点的值 他的形非常的简单 这个大树 接下来 这些是牛还是羊 不确定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从浅到深 深度就出来了 颜色大概大概就只有用大概三四个颜色而已 非常的简单 先看这个角落这个画 这个云好可爱 好喜欢这个云 就是一个很有分量 像棉花一样的那种云的感觉 也是像他就是这样子一笔画过去 有随便他也不管 看他的一些笔触真的是随性 非常的随性 就是几个笔触这样子撇下去 甚至他的形都没有特别在乎 也没有画得特别漂亮 他就是要把 就是只是想要把这个 密暗的关系搞出来 把光的关系搞出来 一进化 一进化出来就好了 这也是非常漂亮的形 这边基本上你密起眼睛的话 这边几乎都是中间调 只有这边是一点点的亮布 但这一点点亮布 就把那个光的感觉凸显了出来 有点不喜欢就是他们这样跨叶中间的地方 就看不太清楚 但是这一幅画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看这个影子这样子下去 连结把这个船和房子连结在一起 那背景的树什么的 其实你看他的树 他也没有特别讲究要把树画得多漂亮 就是几笔画一个椰子树出来 他的树就像是一团颜色这样子 可是整体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一进非常的舒服 1993 至少我已经出生了 这两个也是一样 就是简单的形 然后也是简单的笔触 他把空气还有光的感觉画出来 画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也是 甚至你要说他的笔触都是有点草率 都是 我觉得都是无可厚废的 大部分这样子 如果是我画出这样子的笔触的话 人家可能会觉得我画得很随便 但是我觉得Trevor他 就是不是很在乎 就是 别人觉得他的笔触是不是 很华丽很怎么样 他就是 单纯的想要把光的感觉给画出来 10×7 这个大小真的也不是很大 18公分乘26公分 真的都不是很大 可以可能要加快速度 我才读到一半而已 也是非常漂亮的新两个树 然后把这个重点的地方 把它给包起来 这边也是 一个大树 一个大树 他好像蛮常喜欢把两个大树画在左右边 然后把重点的地方给 有点像是框架把它框起来 这个真的是画得很随性 这个也是 他的形的设计 暗部下来 然后到旁边的暗部 连接到这个阴影的部分 连接到这个阴影的部分 然后过来 这边 你就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个人 在这里 也是一样 非常简单的形 但是它里面感觉非常的丰富 漂亮的云跟倒影 有时候我看到的话 我都觉得说 我自己可能不敢画得这么简单 但是它真的就是不在乎 漂亮的形 它就是整个形 连接在一起 它用一些明暗的对比 来把船的感觉呈现出来 漂亮的天空 非常的柔和 其实我有时候画天空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还是画的 有点 太多了 画太多细节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在画水彩的时候 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就是你有时候 画的太多 反而不见得比较好 两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画 这个的雾气画得非常的漂亮 那这边这个很大的 这个要制造船 就是 其实你看它虽然很多的细节 但是你看它整个大的形 就是 这边的阴影 连接到它这边暗部 一直过来 到它的船身 黑色漆的地方 然后这边 其实就这一块 三角形的一个亮部 让整个船的立体感 就是 想要冲出页面的感觉一样 非常的漂亮 它细节的地方 也就是这样子 点个几笔 把这边就画一画 简单的把它画出来 就好了 可是它整个感觉起来 真的就是 感觉出来 它就是以形的大小做比例 让这个船看起来非常的巨大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形 那个 这个 远区的 嗯 我不会讲 Arch 反正就是这个 拱门的这个形状 然后连接到它的船 然后这个船 连接到船的倒影 然后连接到这个船 好 可能不会每一页都 讲太多 让自己欣赏 漂亮的云 它的云画都很漂亮 看它这边连接的多漂亮 真的非常的巧妙 这个房子的暗部 就一直连接到这个影子 然后连接到这个船里面 就这样 知道里面什么细节都没有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 你自己会脑补很多的细节进去 真的就是 没有画很多的细节 但是让人感觉很丰富 就是它相信它 官化的人 他们自己可以把一些细节 给脑补进去 这样看起来有的时候 反而更加的有趣味 我很喜欢这个光的感觉 就很多的云 所打下的影子 让它有一点点的光的感觉 很漂亮 这个倒影 我很喜欢它的处理的方式 就是把这些地方留白 留亮部 然后 这亮部里面再加深 就让人感觉到 这是这个船的倒影 然后这个是这几个木条的倒影 然后这边也是倒影 非常的简单 你看它的行动做得非常的简单 这个有点像两个眼睛跟嘴巴 让我想到那个Pixar的电影 Townscape 就是在一些小镇里面的画 整个的光感非常的漂亮 就是真的是有那个英国 就是充满雾气 然后那个雾气被阳光灑 灑到的那种感觉 它真的表现得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完全就是只有 一个星块而已 它里面没有画任何的细节 可是 我在看的时候就好像感觉 好像说我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雕像的翅膀 还有脸 还有手 还有身体 虽然它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形而已 非常的巧妙 也是就是 这一整块形 都连结在一起 凸显出这个地方的亮部 好漂亮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天空 然后让这些轮廓表现出房屋的感觉 回到它的比例尺 人的大小很小 然后建筑很大 让你可以感觉到 就是整个建筑它的有多么的大 这个也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它的这个阴影下来 一直到这边 就看到它的重点 这个穿红色衣服的人 那它前面这些狗啊 这些里面一些的细节 其实 都是非常的 微妙 非常的隐秘 就是一些淡淡的细节在里面 就让你感觉到 里面很多东西 很多的狗 还有几个人在这边 然后这里面可能还有建筑的一些细节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这边也是 你看到它这里面 它的亮部 这个是有点像是夜景呢 其实就是一片白 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感觉这边好像很热闹的样子 它就是很会利用这些光的感觉来营造出很热闹 然后数量很多的感觉 虽然它什么都没有画 大的心 连接到它下面 然后这个桥 很漂亮它的树 你看它画的多随性 它其实树 连它的树 就是干笔出那些都蛮少用的 那我知道很多的画家 尤其我之前也会 就是会 画树叶我们就一定会用干笔出去 想要把树叶的感觉画出来 它其实根本就不在乎 它其实根本就不在乎 我这真的就是一块形块 然后一些失踪师这样子树画完了 那我希望我自己也 可以像它画的这么潇洒 我自己都有点 常常都还是会在上面抹得太久 这边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没有画细节 但是里面非常的丰富 你看它里面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细节 就是几个建层的一个 失踪师的暗部的处理 就这样子 可是其它完全没有什么细节 可是你就感觉它里面 好像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细节 还有就是一些雕刻在里面的感觉 这边也是很漂亮的型的处理 还有型的连结 这边的暗部到这个影子 一直到底下的影子 然后这边后面的暗部 让这个人 他的亮部可以凸显出来 然后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例 其实你看 这个人 上面亮下面暗 这个建筑 上面亮下面暗 成为一个很好的比例子 还有对比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欢这边一个小小的 一个光的感觉 甚至它连这个布 就是那种通透感 光洒过去的那种感觉 它都画得很漂亮 画了一些人物 在这边做一些的素描 来就是研究这些人他们的姿势 他们的姿势 他们的姿态 中间有一页好像 一些的素描 所以素描还是非常的重要 可以的话 我们都还是可以少练习一下 很喜欢这个光的感觉 那我其实尤其喜欢就是 最后面的这个人 你看他非常的简单 在他不画的地方 把这个光的感觉画出来 非常的漂亮 然后左边 右边 这边 那这个人在 准备要挥干打高尔夫球 那这边一个暗部 他这个转折 就让人家感觉到 他的 背 就是弯腰下来的感觉 一些的人物 非常漂亮 快要接近尾声了 他的室内这边 真的是一直让我想到 那个刺客信条起源 在这个埃及古墓里面 他的光源是在外面 这个是室内嘛 所以他光源在外面 他就很大胆的把这边 整片都是用成亮部 很像是 真的是很像是 我们在 从里面往外面看 外面很亮很亮 然后我们的眼睛 还没有办法调过来的 这种感觉 然后有一个人 隐隐约约的在这边 这可能是一个铁匠 打铁的这个 亮部 一个市场 一只猫 很可爱 很可爱 甚至还有画一些花 也都是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就是 有那种反哺归正的感觉 就是 他们画的很简单 可是他们很清楚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想要画什么 所以他们就不会画 特别多的笔触 想要去 特别去诠释一些东西 那同时也会觉得 就是说他们 这些大师在画的时候 感觉就是 不是在炫技 他们就是 纯粹的 想要把 他们看到的东西 可以重新在纸上 呈现给你看 这种感觉 看完了 好 那我们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开心 可以跟大家一起看这本书 那希望就是对你有帮助 那当然对我也有非常多的帮助和歧视 那我自己在画的时候 我也会 让自己试着去记得 我看到这些 要把光的感觉画出来 把大的心给设计好 然后就是 不要太在意很多技巧上面的一些东西 可以把意境给画出来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 他的画所吸引我的地方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很高兴可以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